大雨下個不停 桃園機場也承受災戶 17號下午 南跑道出現兩個破洞 緊急停止運作 航班大亂 工程單位緊急搶修 兩年半前才花30億整修 怎麼這麼不耐用 對於施工品質 會覺得不好 帶感性 羅門嘛 對不對 所以錢花要花在大口上 我們出去是我們的潛意 就是這兩個洞 最大的長度有一公尺 嚴重影響飛鞍 讓桃圾的南跑道 中段起降5小時 就算經過一年整修 還是大小狀況不斷 2015年南跑道上布滿 波落瀝青 一架長榮班機經過 被道路的駁油碎塊 擊中水平為異 2016年也曾出現 長一公尺寬十公分的 明顯裂縫 但桃圾澄清 是因為飛機降落 刹車壓出來的輪胎痕跡 整修後南跑道風光啟用 但不到一年 就接連破損多次 1979年完工 當初用混凝土新建 到了2015年整修 花30億 改用石膠瀝青混凝土 這一次遇到連日大雨 國門又出狀況 實在讓人想問 難道這就是30億的施工品質嗎 記者劉局長洪軍偉桃園報導 謝謝大家 MING PAO TORONTO